4月10日,美国劳工部公布了3月CPI数据同比上涨3.5%,预期3.4%,前值3.2%,虽然这次CPI数据只是比市场预期值高出0.1%,但却让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大幅降温。 资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,6月降息概率大幅下降至16.4%,而上周6月降息概率还有60%,市场预期7月降息的概率也下降至43%,9月降息概率为65%,此外,美国掉期互换市场,完全消化的美联储首次降息时间从9月推迟至11月。 不过,我一直强调,市场的预期是动态变化,而非一成不变的预测。 比如,要是下个月通胀率回落,那市场降息预期又会升温。 但考虑到去年5月、6月、7月的CPI环比数据都比较低。 只有去年4月的CPI环比增速比较高,跟当前持平都是0.4%,这意味着今年8月之前,美国通胀率很难回落太多。 只要美国继续维持当前的CPI环比增速,那么通胀率还会持续反弹。 所以,9月之前美联储降息预期很难升温,除非美国CPI环比增速出现大幅下降。 这也是当前市场比较担忧的地方。 这次市场会对通胀数据这么敏感,跟近期美联储频繁出来放音,搞预期管理有关。 上周美联储各路决策者基本表达了同一个观点,就是如果通胀下降受阻,那么今年可能减缓降息步伐。 在美联储这个预期管理之下,市场自然对这次通胀超预期反应比较大。 受此影响,11日晚美元指数出现一波上涨,其他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一波, 特别是日元直接贬值破152大关,一度跌至153。 人民币汇率则相对还比较坚挺,仍然在7.25附近徘徊。 2022年10月,那波全球非美货币集体贬值过程里,人民币是直接贬值到7.37,日元是贬值到151。 现在日元是已经贬值破新低,而人民币距离新低还有一段距离,比日元表现要坚挺不少。 所以,一人民币兑换日元已经上升到21,在创新高。 可以看到,2012年,一人民币兑换日元还只有12左右,现在已经21。 日元相对人民币的这个贬值幅度是巨大的,贬值了43%,其中大部分是从2021年开始贬值的,在2020年,一人民币兑换日元还有15左右。 而且,3月日本刚宣布结束负利率,小幅加息到0-0.1%利率,结果日元汇率反而应声贬值。 这主要是因为,日本央行虽然宣布加息,但仍然维持印钞购债的宽松环境,属于敷衍式加息,那么市场自然不买单。 面对日元持续贬值,日本财务省在4月11日称,日本政府不排除采取任何应对手段。 但其实,日本可采取的手段并不多,无非就两种。 一,采取更大幅度去加息,但这个属于长期货币政策,起码得等下次一席会议,不能救急。 二,抛售美债来买入日元,这种措施能够救急,也是2022年日本采取过的救世手段。 但迫于美国的压力,日本当前抛售美债的空间并不太大。 截止今年1月,日本持有美债才钢丝联增,上升到1.15万亿美元,而日本外汇储备才1.29万亿美元,也就是日本的外汇储备有89%都拿去买美债了。 而且,是在日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,还去持续增持美债。 这简直就是在舍命救主。 当然,日本肯定不是自愿,而是被美国强迫的。 这也使得日本虽然有可能抛售美债来买入日元救市,但力度可能不会太大。 去年下半年,日本可能本来就想抛售美债来救日元,但可能被美国一些盘外招阻止了。 所以,当前日本贬值压力仍然比较大。 日本接下来应该会持续小幅加息,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。 再来看美债市场。 去年底,基于美联储降息预期,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有过一波下跌,债券价格出现反弹。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一度涨破5%,到去年12月一度跌破3.9%,这个回落幅度还是比较大的。 但是,今年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又开始慢慢上涨,在通胀超预期后,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涨到了4.54%,债券收益率和价格是反向关系。 这也意味着美债价格又出现一波下跌。 美债规模过大所带来的问题,仍然是美国的金融死穴。 美联储如果想要长期维持高利率,首先面临一个难题,就是谁来买美债。 在加息缩表周期里,美联储自己不能下场买美债。 海外最大买家日本,89%的外汇储备都拿去买美债了,手里也没多少余钱。 而美联储过去一年主要靠美联储逆回购这个大血包去续命短债市场。 但美联储逆回购最新数据市还剩下4458亿美元,虽然还有一些血量,但比起一年前超过2万亿美元的规模来说,已经所剩不多。 耶伦去年和今年都接连上门,其中一个目的是想要推销美债,但从结果来看,耶伦显然是无功而返。 美国一直试图忽悠我们大幅增持美债,但美国现在跟我们的关系很糟糕,我们不可能跟日本一样,去割肉喂鹰。 所以,谁来买美债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 虽然美联储现在频繁放鹰,说要长期维持高利率环境。 我相信美联储确实是打算这么做,但美联储是否有能力这么做,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,在当前美国对外收割还没有成功的情况下,美联储自然是会尽量拖长高利率环境的持续时间,尽量把降息时间点拖后,尽量晚点降息,即使降息也会尽量减小降息幅度。 但这只是美联储自己主观意愿,不代表美联储实际能做到。 假如未来一年内,美国爆发流动性危机,乃至爆发金融危机,那么美联储必然会被迫大幅降息。 所以,美联储是否会大幅降息,关键还是看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。 美联储自己怎么说,其实并不重要。 美国现在想法,似乎想赶在自己爆雷之前,先把日本收割了。 我注意到,11日晚日元大幅贬值,破152大关时,日债收益率也出现一波篡涨,也就是日债价格出现一波大幅下跌。 这种债会双杀,可不是什么好信号,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。 之所以日本加息之后,日元仍然贬值,也是受日债影响。 由于过去十几年,日本长期维持零利率宽松环境,导致大量国际避险资金买入日债,作为避险池。 很多人不理解,日债收益率为零,为何国际避险资金还要买日债? 这是因为日本央行承诺会无限兜抵日债,这使得国际避险资金买入日债,很少会持有到期,都是会选择中途抛售,吃的是价差。 所以,只要日本央行会无限印钞购买日债,就可以维持日债价格坚挺。 那么再加上日元之前长期比较坚挺,所以日债就成了国际避险资金一个去处,至少可以确保不亏。 这使得大量国际资金持有日债,进行套利交易。 但2021年开始,日元大幅贬值,再加上日本去年连续放松YCC政策,不再承诺无限印钞购债,这让日债失去避险效果。 所以,当日元大幅贬值时,很容易引发恐慌效应,使得一些持有日债的国际资金去抛售日债。 而国际资金抛售日债后,必然会外流,又会加剧日元贬值,形成恶性循环。 并且,如果日本央行大幅加息,也很难遏制资金外流的效果。 因为当前日美利差仍然巨大,日本加息的那点幅度,很难起到吸引外资回流的效果。 除非日本也一口气加息到5%以上的高利率,但那样,日本自己经济和金融可能会先挂掉。 而日本如果只是小幅加息,只会增加日债收益率上涨压力,会导致日债价格继续下跌,从而加速国际避险资金抛售日债外流,从而维持日元贬值压力。 这对日本现在来说,基本是一个无解的死结。 美国显然就是摆明冲着这个死结去,一方面是用盘外招逼迫日本央行加息,另外一方面还让美联储不断嘴炮放音。 这些行为,都会让日元和日债面临巨大压力。 日本显然已经摆在美国餐桌上。